因为你自知 比真正的曲檀二更加壮硕 为了怕人起疑 宁可不通过考试 也要装到象限 小谭 你今天考试那个泳字 考得怎么样啊 别提了 金鲜 你先下去吧 今日如何 字倒是没考 人家考的是体能 自爱的呗 我见过你翻墙的样子 不比其他女子逊色 甚至还要更好 你是故意的 见过我翻墙 就知道我体能好 想不想见识见识 我体能真正好的样子 那倒是不必 不如公主跟我说说 为何故作温柔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不如你猜一猜 因为你自知 比真正的曲檀二更加壮硕 为了怕人起疑 宁可不通过考试 也要装到象限 壮硕 你说我装 你要是这么形容我 我可不喜欢你了 尸宠 你怕不怕 不过 公主临场反应 确实让我刮目相看 此前 是我低估你了 低估我的事情还多着呢 来日方长 日后 就会慢慢发现 对 对 怎么了 他为何要靠你体能 说是要担当重任 体格就得好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是什么重任 要看你体格健壮与否 或是靠你治国之道 或是靠你武功兵法 这都合理 可非这么大周章 就是为了看 你的体格是否健壮 难道不奇怪吗 那你说他是为了什么 我一时也想不出 不过 总有些明明的不安 你这么关心我 你想多了 我 不是他 明明就很关心我 不要装出一副高脚的样子 不愧是我的城城 我就等着你被打脸的那一天 增加武士 曲檀儿一向体弱 皇上是知道的 故意给他安排了武士 莫非是有意为难 皇上生气了没有 有没有罚他 说来算是罚了 可这罚的 却又有些奇怪 奇怪 怎么说 皇上让二公主以后 每日进宫休息 休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